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小朋友来做讲解 大家经常看到 他们会挤在一起休息 这其中还是有一点点的 微妙关系存在 当第一只小朋友 站到这个杠子上之后 和他关系比较好的 另一只小朋友 也会飞过来 靠在他的身边 那就这样 一只一只的 就会连成这样的一个一排 当一个队列形成之后 你就会发现 在中间的 他的前后都是闺蜜 然后这个队列里面的 第一只跟最后一只 他们就只有一个闺蜜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还会有其他的队列 会形成 那么一条队列的第一只 他就是比较有个性能来之 但是队列中的最后一只 应该是属于过动额的那一种 因为这个队列的目的是 要休息 就是准备要睡觉了 那最后一只靠拢的 肯定是都已经天亮了 他还不归队的 那为什么还不归队呢 要么他就是好玩 要么就是最不安分 要么他就是最胆小 或者是说脑子最笨的 就是盲虫的那一种 都有可能 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 他的肖源最差的一个 在一个群体当中 他也有比较特意独行的 他不喜欢跟谁在一起 他就是想独处 所以他不会去找谁挨 他就是独自地 会靠着墙角 或者靠着某个地方 在那边静静地休息 除了长相与性格的差异之外 智商那也是不一样的 请看这些躲在朝乡里面的小朋友们 他们现在已经认知到 白天等于危险 等于需要躲藏起来 像这种行为 也会在闺蜜 还有好朋友之间 起到连锁反应 对食物的认知 以及接受的时间差 也会直接影响到 他们身体的成长 还有大脑的发育 能够快速认知世界 并理解的孩子 总是能找当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